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题是这个礼拜你应该要观察什么 我这边旁边的车表写 7月营收跟半年报 为什么 8月15大家都要公报嘛 对不对 这个部分绝对是这个礼拜的重点 那你要留意什么股票呢 我待会跟你讲 我们先来看今天早盘 是不是开低 来看一下 早盘开低哦 开蛮深的 可是之后没破底 这是个好事 如果一路往下破那就不行 问题是这个反压 我说过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之前已经跟大家讲很久了 来看一下 我说反压会有什么 1万5的整数关卡 跟什么 前波低点嘛 对不对 然后这次最高到哪 是不是前一天 1504亿最高 就没过了 你说这个反压过了吗 还没嘛 我一直在提醒大家说 反弹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反弹 会遇到的预期压力有哪些 套牢区 均线 破底前的低点 还有什么 整数关卡 你要关关要过啊 好 那今天什么事 我说今天明明就算好事啊 来看一下 iPhone 14的新机扩大背后 台系苹果链吃补 你看到苹果对不对 你看到苹果要想要什么股票 大力光吧 台积电吧 红海呗 对不对 所以你来看一下 光是一个大力光 最近 重回古王之后 就是个重点 他今天开平盘附近震荡 后来是往下挫的 所以你看到早盘 他的走势是不是跟 大力光走势 几乎一模一样 虽然说大力光 他的权重没那么重 可是重点在哪 他有代表性 他要代表苹果链 又代表什么 股王 高价股 今天不抢 今天什么时候才能化解 我说今天有一个买点你要注意 什么买点 注意看哦 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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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能够突破平盘以上 到 我说刚刚不是标一个前一天 礼拜五高点 15041吗 那个点能够过 今天就安心了 就有机会突破什么 突破这一个反压 突破这一个反压 注意看哦 15102 这个过去才有机会来到际线 现在际线在哪 是不是15384 对不对 就是变成说 我做反弹之所以难做在哪里 因为你要关关过 那这个关关过的重点在哪里 你有没有买盘 我每次在节目里跟大家介绍 跟大家说明 说你要涨 你在这一种反弹段要涨的重点在哪里 你一定要消化这个套牢卖压 对不对 你套牢的 大家都在等解套 涨上来 马上就有卖压出来 你会看到 那现在是好处在哪里 国安基金在里面 变成说你看 跌下去 就收下影线 跌下去就收下影线 看到没有 我说这种状况 这是什么状况 就是不让它跌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国安基金只能不让它跌 它不会去追价买 追价买就需要市场的力量 你想卖 绝对卖得掉 不用去追杀 可是你要股票要涨上去 很抱歉市场要认同 那现在所有的 大家都在讲什么 说现在可以做什么 什么产业对不对 网通 车用 这叫什么工业电脑 OK 那我这边一直在跟大家强调 我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网通 就是车用 对不对 从头到尾没变过 讲多久 几个月了吧 为什么 因为我说那个是一个趋势 产业的趋势就是如此 那没话说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 来我们注意看一下 我刚上节目之前 特别把二十大全资股拉出来 那时候只有什么 金融小涨 其他都是跌 而且航运跌更深 然后最近 我们有朋友扫描QR Code 打给他来问 说老师 我长荣怎么办 我发现很多朋友 还是套来在航运股里面 不意外 为什么 他成交量那么大 来我们看一下 长荣 你看 今天开低走高了 这是一个好迹象 我说这种盘 就是一个消化卖压的盘 然后有人问说 那长荣 他的满足点在哪里 我直接告诉你 来 看这个图 长荣 你看 现在在这对不对 是不是已经比除袭后的高价 还要高了 可是重点他要填席 填席位置在这 然后刚好也是什么 也是在所谓的季线附近 你注意看 那价格是多少 110 好直接跟你讲了 它的价格的一个目标区就在哪 为什么 我刚跟大家说明了 我说你会遇到的预期压力 不管是 应该说不管是大盘还是个股 都有一样的状况 OK 所以说你这边 你上去也会有个均线反压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破底前的低点 这个都是一个什么 都是一个压力 不是老师在那边一直吹捧什么 空头不是我们就事论事就好了 然后现在 而且大家都要讲均线 说实话 之前老师也一直跟大家说明 均线你要怎么看 而且均线有一些惯性 我相信 很多人可能学过均线 可是你不是很了解 我这边直接跟你 就以目前的大盘的状况 来跟你做说明好了 比较快 来看一下 这边 注意看 之前下跌的时候的惯性是什么 跌涨到反弹到十日线 这条蓝色的十日线 反弹到十日线就掉下去 有没有 反弹到十日线就掉下去 看到没有 直到它确定突破 突破的时候为止 然后突破会有一个现象 我说突破 像均线的突破 不像之前我跟大家说的 那种形态上突破 不大一样 不过观念是一样的 那这边我今天跟你讲 你看 这里突破对不对 突破之后 他们回撤 就震荡之后 又杀低之后 再过高 这个跟形态上的突破 是一模一样的现象 你就怎样 你就在这一天 你就可以买 看到没有 然后你看 它涨到月线的时候 是不是也出现一样的状况 上去又压回 再突破的时候 你就可以买 看到没有 所以说你这边一定要等 你看啊 它下跌之后 它有没有跌破月线 有 可是问题是它有没有继续破 没有 所以你会看到说 即使是我们用均线操作 也是有一个双重确认的一个步骤在 很多人跟你讲均线不会跟你讲这个啊 这边你就知道说 我们现在怎么做 来看 它下跌 破月线对不对 然后又上来 现在最尴尬 我说这个在均线纠结的时候最反 为什么 因为它上有压 下有撑 所以就变成盘整盘 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有什么 整数关卡 跟什么 前波低点 我说如果说你看到1.5 1.0.2有过 上面就都还有空间 直接告诉你 可是现在真的要持续反弹的关键在哪里 在买盘 成交量要进来 买盘要消化掉之前的套牢卖牙 盘才会动 而且最近利空不断 为什么 尤其是现在半年报是不是要公布 半年报公布 所有的公司 你要认列的 现行 最近最大的问题绝对是什么 防疫保单 你说跟这些保险公司有关的 它是不是都一直在提列 要不理赔 新安东京 对不对 南山 是不是这一些 跟保险公司相关的 你就要特别留意 这个利空 什么时候不反应 盘就稳了 对不对 重点在这里 那现在我们先不管这个个股的状况 我们现在看 大盘现在你就要等 等什么 等买盘买超过这个点 这个短线的反压才算突破 上面就还有空间 没有的话 你应该要逢高出场 除非你的股票正在创新高 像我们的股票 中雷一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跟大家分享 类股跟个股的部分 运达投顾 是高获利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更大难过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欢迎回来我们旗鼓双赢 刚一开始就跟大家讲 现在要看什么 要看这个 七月营收 半年报 我说现在绝对市场都在看这个东西 会涨会跌 也是因为它 所以说你看 现在半年报有的公司 好消息出来赶快公告 你会看到越早公告 通常公司状况越好 越慢的 一定是有点问题慢慢来 都是如此 这二三十年 老师在市场上看到就是这样 那现在要关注什么 我说像这一些 老师去找的资料 我这边有框起来的 就是什么 特别值得关注 为什么他值得关注 这当然有他的原因 对不对 我说我们在挑股票 老师在挑股票的时候 通常会有什么 有一些东西要看 这一些都是数字 这个呢 是怎样 产业护城河没有讲你不知道 好我之前有举过一个例子 台积电为什么它难以被取代 第一个他你要你要做金元代工 第一个你的资产要够厚 对不对 莫名其妙要几百亿 好 这个还不打紧 有钱可以做那是小事 可是重点在哪 技术 那个就是一个重点 我说真正要赚钱 一定要看什么 我说这一个产业真的要赚钱 你要研发 要么行销 所谓的行销就是品牌 你有专利技术在手上 你可以赚到钱 你有什么品牌 你有服务 你可以赚到钱 可是重点是哪 你如果只是做代工生产 很抱歉 你只能赚这一点点 哇 所以说大家 我台湾啊 如果说你只是在这边做代工 帮人家做组装 你没有什么技术可言的话 很抱歉你的利润就这么少 我实在是不想要举鸿海来当例子 可是它是最明显的 对不对 而真正在制造的时候 如果说你有技术 你可以拿到高毛利 这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力光 对不对 因为它有技术 所以它可以拿到那么高的 有利润价格 可是鸿海没有 我只要花人工 就可以赚钱了 所以大家想 你怎么赚得到钱 你一定是靠脑袋赚啊 你要靠时间跟人力去赚 你绝对赚得少 这跟着我们去上班 还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好 那讲到这个 来 为什么我之前会跟大家讲 中壘这一档 中壘我之前跟大家讲很久 我说你看到它的营收 你会觉得吓死人 每一年都在成长 成长22% 每一年喔 从2000年到现在 20几年了 而且它中间经过了两次转型 本来是出货给什么 给当地的厂商 然后当地厂商在供货给他们电信公司 后来怎么样 后来它把这个部分 直接跳过当地厂商直接供货给他们当地的电信公司 被少赚一手 这样毛利会不会提高 绝对会啊 所以说那时候老师看到说这个公司 看起来是很温吞 说实话 可是它却慢慢默默的在创新高 我说很厉害 对不对 大家想说你看喔 今天涨停101 现在最高已经来到100.5了 老师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我说现在全市场都在讲中壘啊 为什么因为它创历史新高 股价 老师什么时候告诉你 来 我说我们在看到某一些新闻消息的时候 你就要怎样留意啊 这时候是几号 7月6号 对不对 6月营收已经创了单月第二季 跟上半年的新高了 OK 而且是创历年新高 重点是它是什么 高速网路跟网路服务 全世界现在都在布局 都在做基础建设 网路的基础建设 包含之前不是美国也在做吗 我想它的整个销售的范围 是已经包含欧美 所以说为什么 我们不意外它会创新高 因为它正在干 正在做 所以那时候就已经告诉你说 营收持续大幅成长 表示什么 出货中嘛 对不对 它的产品出货中啊 那一天涨低 OK我们是这一天进场的 这一天 好 带量创新高 我说这是好事吗 可是重点是它这一天 创新高之后 就陷入一个整理状态 我们也没有放它走啊 整理就整理吧 就看着它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它都没有跌破这个 跌破这个地点 所以你会看到说 一直到7月20号 看到没有 然后之后 默默的再过高一下下 现在呢 OK 有没有看到 一直到8月1号 老师是不是一直告诉你 然后呢 开始要发酵了 你看 8月20号 开始要发酵了 好 这个是 它的基本面 有没有配合它的股价 这样一路重 有啊 你看 是不是 一直到今天已经100块了 今天我刚盘中的时候还983而已 现在已经到这了 100.5了 你说它还有没有后续 我说有 哦 它既然在创新高很多很多 我说我之前遇到很多的投资朋友 来跟老师讲 老师股票创新高 我要不要赶快卖 我说创新高你卖干嘛 它没有动 那你才要考虑一下 它既然在创新高 抱着 后面都还有 哦 不要说 想说它已经涨了 这样你永远撞不到大钱 我们之前说实话 我们在这一段期间 有停利益一部分 再拉就等吧 对不对 我说我们没有差 我们已经稳赚不赔了 这一档 怎么做股票 我说之前一直跟大家讲 你要挑啊 我说基本分析啊 很多人讲 基本分析会不会太慢 我说那是个基础 你赚钱的基础 现在你会看到 很多现在什么题材的点 元宇宙吧 为什么 因为它拿不出营收 因为它拿不出获利 来告诉你 我们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你现在 那当然有人会跟你催眠说 元宇宙要发展很久的 你不要看一个月两个月 可是问题是 就还没赚钱 营收就还没出来 你怎么做啊 对不对 我们选的都是 都是它产业已经在轨道上 获利已经入带的这一种 才值得你关注啊 所以老师在那边有准备什么 就是经过筛选 你看哦 这是车用晶片哦 这么多 为什么我老师选择几档可以留意 可以 可是可以留意以外 的重点在哪里 它可不可以买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被很多 基本面洗脑 为什么这么讲 为什么 因为很多老师告诉你 这个公司好 买了结果套了 你说套10% 套20% 有的套30%还在套 可是重点在哪里 它买错点 你时机要对吧 不然你下去又上来跟你说 哦 我们暴涨多少 我们还没几套 对不对 我们不一样 我们之前跟你讲 对继续暴 不对赶快出 对不对 老师之前 而且我们有 像现在这种阶段 我一直在强调 现在绝对不是个多头 现在就是一个空头反弹 可空头反弹可不可以做多个股票 可以 做什么做 你看 大盘空头 可是这档股票是怎样 是一个向上格局的 所以说你要做股票 你要找这一种向上格局 你不要找什么跌升反弹 对不对 那我们那时候盘不对 或遇到反压的时候 我们就做什么事 老师就去找空头的股票来空啊 什么叫空头股票 好 我们那时候介绍的这个 我们是不是做空 对不对 你去看之前的节目都知道 我跌破约线 外资持续卖超 所以我们等一下 进场做空 结果呢 马上消息出来 马上开始跌 看到没有 就一路摔啊 那时候进场的时候在哪 我们1131进场 我是不是天天告诉你 131 然后那时候跌到118了 对不对 然后一路呢 一路摔到115 一直到 我们到哪一天补掉呢 来看一下 这时候已经跌到15.2%了 我们到这一天把它补掉 我直接告诉你了 节目上也都讲了 为什么要补掉 因为那时候它已经不够弱了 而且短线跌幅也够大 我们也赚了就出场了 对不对 我们进场是为了赚钱 你只要有赚到钱 那就是对的 我们不用废话 那现在呢 这个阶段 我说大盘 如果说再过 再过 前一天的 15041的话 它就有机会 再继续涨 要反映什么 反映7月营收 跟半年报的效应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 老师挑这些潜力股 有哪些可以留意的 扫买Q&Co打电话来问 老师告诉你 可是告诉你这些股票 不代表它马上会涨 你要挑的对买点才行 它是不是适合买进 对不对 像之前 什么 新兴 南电 景硕 我们大家都在讲 ABF宅板 他们是买点吗 我直接告诉你 还不是 可是他们营收 获利好不好 好 对不对 这边你就要了解到 这个部分 好 看到老师的分析 看到老师的分享 你想要知道 我们现在关注的这些标的 欢迎扫买Q&Co打电话来问 老师就告诉你 今天节目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